一天至少要炒一兩百鍋 就那個畫面真的很像 然後一整夜又冷 然後又睡不著 然後壓力又很大 然後我覺得那個晚上是 改變我人生一個 蠻重要的一刻 聽說不懂 從小讓我的環境 讓我的整體 旁邊的人 都是要培養我當藝人的那種感覺 像我從小我爸爸媽媽 正常爸媽都是 把小孩關在家裡 要讀書 要寫功課什麼 然後我爸媽不是 他們晚上他們兩個沒聊 不走 來卡里米唱歌 去小姐寶 要來喝酒 要來唱卡拉OK 重點是我們都會很常偷聽 他們講一些八卦 有沒有 比如說 愛你什麼人 哎呦 本來沒在做話 我聽你 愛愛就假拜拜 愛愛就假拜拜 你愛愛就假拜拜 是不是是什麼 有 愛愛就假拜拜 來啦 澳來的假捧歌 要去假生 要去假生 對 我就想說 下次在八點檔裡面 有這個句台詞 可以用愛就假拜拜 你這個人愛就假拜拜 差不多 搭配這個表情 對 他在演歌中劇什麼 就信手年來 因為都從那邊學來的 真的 好強喔 還有 因為我住小琉球 是 我們小琉球 一個小小的島 有一兩百間的廟 所以大概三百六十五天 有三百天都有歌仔戲 四處都有歌仔戲可以看 如木蘭 從小就會看那個歌仔戲 那邊學 他這樣講 這樣講話 結果 殊不知現在演藝圈 來入這行的時候 好好用 好好用 對 有夠好用的 難怪你那麼厲害 我都常覺得你的反應超好 而且我小時候看那個歌仔戲 愛看到每天放學 然後就去看歌仔戲 然後還熱愛到我自己也去演 我是演一個老夫人 老夫人 老夫人 老夫人有這麼年輕嗎 結果他們說 導演說 我叫你演老夫人 你也沒生 你剛才像那個人在小山一樣 對啊 反正演台戲還好 要求沒那麼高 然後後來 大一點之後 國中的時候 更確立 更確立說 我一定要走這行 是因為我有 怎麼說 我有一個偶像 是 叫做蔡依林 蔡依林 對 她那個唱跳的時候 在舞台上發光發熱 然後那個一個動作 真的 她那個眼神有沒有 然後 在舞台上享受那個掌聲 享受那種 很光芒的感覺 我就覺得 我一定要像她一樣 因為我從國中的時候 其實我們家有家到中落 所以我從國中 開始放學 在班超 工廠班超 餐廳 服務生 通訊行 電子作業員 我都做過 對 然後尤其是電子作業員 其實是因為我那時候 要來紅人榜比賽 隔週路 兩週路一次 隔週那一週 我們要來上課 要來三立上課 所以變成我幾乎每個禮拜 都要從南部 來到三立 台北這裡 要上課 所以那個車錢就 很傷 對 這樣我整天來北部 應徵作業員 應該就離那個電視台 比較近一點點 然後又有錢可以賺 好像還不錯 然後我就去應徵了 那個桃園一個電子大廠 我以為我真的是去大公司上班 然後我就傻傻的 只有拿一件很薄的棉被 然後就從南部做課運 晃晃晃晃晃上來 晃到桃園 然後就一大早就在那邊 很多人一起集合這樣 就那個畫面真的很像外勞 第一天晚上我記得最清楚 他說好 那你們今天差不多可以了 要可以回去宿舍休息了 然後我想說宿舍應該還不錯 應該至少電子大廠 應該會很不錯的宿舍 就一進去 哇是那個組合屋 臨時搭建了 然後還要七八個人睡一間 上下鋪這樣 然後那個 我就睡那個上鋪 然後第一個晚上 因為我只有帶一件棉被 什麼都沒有 然後它那個是還是木板的 也沒有床墊 天啊 所以然後重點是 那天還寒流來 夭壽 夭壽 那天我真的人生 我不知道我想說 我怎麼會走到這個 地步 地步 然後自己一個人來到北部 然後睡在那個床板上 你只要一轉身就 然後也沒有一顆枕頭 因為真的沒有錢買枕頭 然後那個棉被又薄 然後寒流你知道嗎 然後就 屁屁抓 就縮在那裡 然後一整夜又冷 然後又睡不著 然後壓力又很大 然後我覺得那個晚上是 改變我人生一個 蠻重要的一刻 讓你想通什麼 因為我想 我就要 握在那個棉被裡 我說不行 我都已經可以走到這個 那麼落魄的地步了 這麼苦 我都可以撐得過來了 以後只要我有機會 被我抓到機會 不管再怎麼苦 人家再怎麼糟蹋我 我一定要馬 一定要往上爬 一直爬一直爬 一定要爬到有一個機會 讓我站上去 不然我 我一定不甘願 然後就那一夜 撐過來之後 然後 我就覺得 好像你人生在遇到什麼困難 過人開朗 再怎麼苦 再是人家再怎麼酸你 看不起你 那個都無所謂 很讚耶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很多的經歷 好像它都是必須要有的 人家會覺得 哇 你在百貌的 大公司在上班 怎麼會鄉洋 回家在這裡炒麻花絕 人家會就開始閒言閒語 那就是比賽比不過關 人家都過二十關 這個一唱都唱過過關 一定 吃頭路 失敗 什麼會就會很多 然後你聽 壓力比較大 壓力很大 然後你就會 難過到還好 但是你就會怕身邊的 阿公阿嬤 媽媽他們會難過 所以這個心理障礙 是最難克服的 但是阿嬤說 阿嬤說啦 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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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走到這裡了 是 然後所以我第一天 最好笑的是第一天 我去報到的時候 我就看那兩鍋 哇 那個鍋子超大 那很像那個中破菜 在炒大菜那種 很大一鍋 然後很可怕的是 他說你要給我炒得好喔 你如果一個手勢不對 炒會大 不是炒會大 是那個麻花卷是餅乾嘛 就是麵粉餅乾 就會脆脆脆脆 我整鍋就不買了 所以你要很細膩 有時候我就炒得很小心翼翼 而且那個非常熱 兩大鍋那個瓦斯不能關 然後隨時要炒 一天至少要炒一兩百鍋 一兩百鍋 那時候在那邊當炒手 那如果台北有通告呢 我就 台北有通告 就對那個很對不起老闆娘 我就說 老闆娘我不好意思 我後禮拜 拜三要去錄影 所以你們整間店要睡 整間店都睡 因為我跟你講 他又亂請你 不是 麻花卷就是 戳麻花卷的人很多 但是你要油炸的 跟要炒手 那個很辛苦 很難找 幾乎沒有人想要做那種工作 這樣子 所以只要 比如說油炸的休息 或者是我說要休息 整間店就要跟著我們休息 是 對 所以後來他們願意配合你 老闆娘就很無奈 老闆娘還有 很無奈的說 好啦沒關係你去比賽 好啦我休息 真的是貴人耶 就休息 你有營的時候 又回來幫他炒 這樣他有割完嗎 沒有我就是 吵一吵 然後可能就下班 就趕快坐船 又坐客運 然後坐到台北比賽 比完隔天又搭船回去 坐頭班的 繼續炒麻花卷這樣 這真的很辛苦 對 我覺得這做什麼提示 你看大家為了夢想 然後從琉球 就願意這樣做 對 路途遙遠 然後跑到台北這樣子來回 但不這樣也不行 身邊也有人願意這樣子幫助你 真的是沒有這樣不行 就要生活 為了錢 夢想 我跟你說 這個時機喔 說到這個氣氛 你一定還要唱一條歌 怎麼又在超級夜總會了